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有请中国选手郑宇博入场 下面有请中国选手杨帆入场 欢迎中国选手杨帆入场 下面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郑宇博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好的啊 中球局啊 第一局 杨帆中球 有球落袋 看一下白球位置 一个啊 一个很标志性的杨帆中球 白球刚才如果没有其他球去撞到的话 会听到秋台中心线稍微靠左一点啊 也就是现在黄衣附近的一个位置 因为球台上现在目前局势啊 还不是说特别去平朗的去进攻 所以杨帆也在考虑 选择啊 抓紧时间了 10秒 首先先定一下颜色啊 花色球 从白球目前啊 所停留的位置来看 9号球左边中带啊 可以选择下一杆进攻 并且顺势啊 把旁边的1号球轻K到一边 从目前啊 花色球在球台上分布的位置 需要提前啊 把右边库边的10号球解决掉 这样的话以后进攻会更加顺畅一些 好 看一下这个10号球的程度 没有问题啊 发力灌向啊 这样的话剩下的3个914啊 15和右边的啊 底库的12号 问题都不大 并且啊 在15 12黑8这样一个衔接的思路上 黑8在最后可以去选择右边中带 8号球中带 8号球中带 9号球中带 第一局 让我来上 我看一局流 开球进来 第二局 郑宇波开球 第二局 我们来看一下郑宇波的 冲球效果怎么样 使用它习惯性的大力冲啊 还是 果然啊 把它习惯性的大力松改掉了 目前去采用的是一个 中立左右的一个 中旧方式 两边中带都有下啊 5号啊 中带 这样的话 选定了单侧球 从目前单侧球分布的状况来说啊 只要把3号球啊 6号1这个顺序去走好 那么青台应该难度是不大的 10秒 可能是因为是决赛啊 所以说这一波还是比较慎重 2 这个角度来看3号球 他会选择先打2 3号球右边啊 应该是有被挡住 3号4号啊 在左边底带的话应该都是有单下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打荒1是比较别扭 如果想要打的话 如果想要打的话有可能可以用架杆 所以说选择了先进攻下方的单色球 好的打进没问题啊 打1号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剩下的花色球 小心 8号球替代 2号球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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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来预测一下 这种啊 你一盘我一盘 上演八连乍青的情况 以前在 咱们的大师赛里边有过 所以 从目前来看还真的有可能啊 好的啊 我们拭目以待 看一下双方啊 在进攻上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杨幡首先定色 1号球右边纵带 好的啊 选定了 单色球 7号球 左边中带的话 这个角度 应该也是有下的 不过啊 难点的话 在于左边 库边的4号球 3号 轻轻的开了一下 库边上4号 这样解决出来 白球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 7号球 5号球 有可能在右边都是可以直接去打的 中带啊 5号 5号没问题 进 从现在这个位置去看啊 最后如果去选择啊 交8球的球 只需留下啊 7号啊 这个球去交啊 是比较合适的 好 杨凡也在看位置啊 打完4之后 留7 一个比较舒服的角度啊 向后啊 拉一点 叫7的时候 尽量较直 如果足够直的话 只需要向前稍微蹬一点 而如果稍微有些角度呢 就向前后方啊 低开 稍微拉一点 可以把同样打底带 对的 8号球底带 第三局 梁凡胜 比分2比1 开球青台 第四局 正义不合开球 哎 4号 看一下 从球没球下啊 从目前啊 白球说处的位置来看 选择单侧球进攻呢 是比较简单 不过单侧球 在球台下方 还是需要有 球需要去 在信誉的去处理 例如啊 球台下方的3号 以及5号 这两颗球 3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右下角底带是有可能有下的 打进啊 先下来 把比较难解决的153啊 先处理掉 这样的话啊 比较分散的267啊 就可以自然的走到位就可以清台 嗯 杨帆再看3号能不能直接过 对 能直接过的话 2和6都可以去调一下 是的 8号球最后如果去打的话 右边底带有可能是被10号球所阻挡 但是如果说把下方的单子球打光啊 8号球还是有两个带 最少是可以选的 嗯 还在调整啊 这个2位应该是不错的 嗯 稍微用了一些力啊 蹬了过来 他央方还是在看啊 329右边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嗯 基本上应该是够下的 像是江江有 嗯 看一下会不会去 轻轻的 抓一下 哎 嗯 杨帆打这个球让我想起了他 跟梅林打的时候啊 应该是梅林 哎 有一个12号的 右赛高杆啊 同样是这个位置差不多 没有打进 最后导致 被梅林连续追了9盘 嗯 而且是 凡是自己开球都是静态 对的 看一下629纯度 嗯 可能是受刚才那一杆调整走位上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留下了一个远台的一个进攻 所以说啊 远远距离比较远 在家比较关键 打进 嗯 好的 10号打进啊 正义波目前啊 在进攻上啊 先把球台下部的啊 滑到球先清掉 这个拍照的等选手出完杆再按快门 12号 中够竿啊 登衣库起来 自然交到了9号的底带和15号中带 如果9号啊够直的话啊继续往前轻轻一蹬 或者推过去啊 打11号也可以啊 他选择弹音库过来叫14 14 1115啊 反复的打两边中带 最后留下一个白球向下的角度就可以 好 第一个 前后拉一点 好的 没问题 8号就底带 这一国家就 失而复得的击粉 半评比分 是的 海赛 健康专业运动洗衣户品牌 又要发开球 有球家啊 白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球台中央啊略靠上一点 你要不要再等啊 裁判把压在垫片上的球啊用定位器挪开 嗯 选择了四号球底带 加了一个 第一个右赛啊 自然的把 右边裤边的三号球K出来 这样的话啊 在接下来进入上 会更加顺畅一点 嗯 牛的角度也挺合适的 嗯 不过有个遗憾就是白球与黑8贴的比较近 这样的话 右边底带的二号应该 单下的话是不可以的 先要打 屏幕上方的三号球中带 再去做调整 大家看三号调整完一号啊 打一的时候 就用杆量了一下 下一杆淡测球的一个位置 打了一杆低杆减速啊 6号 没问题啊 高杆是底库和边缝团起来 应该会较到7号啊 左边的底带 力量有点重 嗯 也可以去选择5 不过 横下的球就需要稍微细腻一点 因为打完5之后啊 白球不能停在那里啊 尽量的是往后拉一点 这样的话 用二载叫7会很舒服 打往后拉一点 二号尽量叫直 嗯 侧移 打二就要去控制力度了 小力啊 稍微弹库起 没问题 8号球 左边中带应该是有下的啊 右边的话 目前啊 看的还不是特别轻 没问题 左边中带 8号球中带 6号球 2号反射 比分3比2 开球清台 和他从丢丢局 正也不会开球 嗯 换了一种通法啊 把手架啊 搭在裤边上 力量还是差不多的 不过还是没球近代啊 希望 郑宇国在下一次冲球上要做一些调整了 嗯 不然这样很吃亏 这样子会不会下一次冲球就是暴力了呢 试一试 嗯 以他性格啊 就是说 有可能啊 不是没有可能 白球目前啊 所处的位置来说啊 选择颜色啊 单侧球右下方的这个7号球底带是可以打的 啊 单侧球分布的位置也是不错啊 花侧球呢 屏幕左边的11号底带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 如何来进攻选择 7号球底带 嗯 稍微的向后拉了一点 这样的话啊 有可能会去先打6 打6中带 然后去先处理边库的4号球 这样的话难题就先解决掉了 噎 哎 嗯 嗯 嗯 看一下这杆准度 没问题 打进 从目前杨帆来看的这种情况 他有可能把1号球留在最后的一个球去叫回8 先把上面的3 325先处理掉 5号叫的还是不太舒服 白球有点比库边太近了 如果打2去叫5的话 这个角度要调整的比较舒服一点才可以 也就是说要在球台中间要比较往上 所以说还是选择 有点犹豫 刚才一杆中带推进的力度还是有点太轻了 比库边比较近 看一下啊 还是选择一个保险的打法去打2号中带 轻推 但是留下角度呢 如果打5号的话需要在球台上方啊 再去走库啊 再下来 中阳翻偷这个中带口来看啊 那原计划起码是要打5的 是的啊 嗯 现在看看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去选择先进攻1号球呢 嗯 这个1号去叫5号啊 嗯 千万不要出问题 打进之后白球一定要过球台两个中带中央的这个线 才靠屏幕的左边才可以 10秒 延时 延时 打进 力度 嗯 不知道有没有粘住啊 应该是构下的 这个球啊 8号球是左下角的底带有下啊 右边中带也是有下 看一下他这杆较位 选择了高杆 一枯 两枯啊 三枯 自然的走一个8号球 左下角底带 8号球底带 这个啊 只需要看一下啊 稳稳的把球打进就行 无需啊 其他特殊干法 没问题 欢迎您在时隔5分钟之后 随我们一起回到秦皇岛的奥提中心体育馆 收看由乔氏超新视频组为您现场直播的 中国秦皇岛2015乔氏杯 第三届中18球国际大师赛的决赛 只有现在画面上的杨帆 对阵 跟郑宇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局 这个画面其实我刚才看起来是挺有意思的啊 有点穿越的感觉啊 对好像刚才那一幕又再次重新走了一遍 我们配合电视直播啊 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来看球就好了 刚才勇哥也提到了这个视频转播技术 确实是这三四年啊 从一些大的方面硬件 包括小的方面 我们提到过的这个三讲的问题 此外最重要的是 大家对我们的视频工作人员啊 包括其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台球这个东西越来越熟悉 是的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10年1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多机位 看起来是有点便利的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机位不到位的情况啊 我个人感觉啊 今年因为我也是应邀请来解说啊 作为解说嘉宾之一 这一次我从屏幕上跟导播之间沟通 能感觉到他们给切的这个镜头啊 比以前啊到位了很多 可以证明他们现在对于目前球手的一个技术 思路上都一定了解了 好的啊 我们继续来看球局 目前啊单色球散热状况还是不错的 也许要提前找一个机会去处理一下 中带的两颗啊 其中一颗 看一下这一杆是不是要去K一下 八色球或者K8 轻K了一下 左下会不会有呢 左下看一下有没有进 如果有进的话 那么这一杆K球效果非常好 如果没有进啊 我个人感觉换成波磁不会再可以了 他肯定会把白球走到下方去打黑巴左边中带 或者K8上方的底带这样的一个打法 我们之前提到过啊 他经常这样子去打啊 对 这种远线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斯诺克比赛里边会看到 从下往上去打黑球的直球的这种情况 嗯 有这种情况发生过 4号打进 6 7 8啊 看样子是有哦 嗯 如果他这样量的话 8号左边底带是有可能会够下的 还是有点小犹豫 继续过来看一下 再确认一下 位置啊 再看一下 前推 抱着我底带 没问题 17名 杨凡胜 5比2 开球进来 他要怎么冲啊 对 不是凤远了 这应该是他自己的那个了 看看是不是那种 嗯 还是一个踪力 看来今天情绪啊 包括目前这个状况都是控制的比较好 嗯 并没有去着急 对 按照正义波以往的这个脾气可能会改啊 是的 现在他是觉得 我就是这个最有把握啊 运气问题是运气问题 是的 嗯 选择了1号球左边啊 中带 配一下啊 3号 白球 嗯 位置不理想了 如果再继续进攻的话 4号球 右下底带 不知道有没有下啊 13号还是12号球 有没有挡住呢 我们再摇头啊 4号就有底带 嗯 会不会去借力呢 啊 先打到边库 然后借3号立体带 这个球打的还是说太靠前了一点 如果想借下的话 还需要再往带口上 嗯 从出竿动作来看 不是出竿的问题 那是个判断知库点的问题 是的 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杨凡啊 选择了一杆9号球的防守 尽量用花色球和雨黑霸啊 把对方好打的球挡住 逼着正义波去解开 与10号球相贴的7号球 或者是给正义波去 只有一个薄鞭的2或者是5 选择勾球 勾防 带口的3号球看一下 碰到了 10号球底带应该是有露出来吧 嗯 看样子向右 左上方底带啊 同时呢 3号球虽然说有挡住右下角带口的一部分 不过 杨凡的那一刻啊 13号球应该也有借力下的一个情况 10号球底带 嗯 整个度啊 来得很好 很稳定啊 大方过来再看啊 打了15 下一个球啊 白球的一个位置 这个低端 这个低端 略显小啊 尽量离库边远一点的话会更好 12 12号球 12号球底带 目前啊 13号球与3号球之间的制约关系啊 我们这里看是13号球应该是有借力的 杨凡现在在描了啊 打完十一有可能会留下一个2号与5号中间的缝隙 去击打13 借3号球底带 然后再用上方的14与9 最后去叫黑把 13号球底带 同样的啊 先打到枯边 对啊 就是杨凡刚才十指去按到那个位置 先酷边 后撞3 然后加一个低端 白球向左边 最后叫黑把的这个 由于是推就可以啊 所以这一个即便是直了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是的 因为比较关键啊 所以要求裁判擦一下母球 前两天我们谈过发力范围这个问题啊 当时就说 杨帆 郑宇博 应该是 9号球中大 大发力的代表人物了 在国内 是的啊 中力和中大力是比较常见的 8号球中大 8号球中大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款 乔市 中市八球领导者 新的一年 从即开始 大吉大力 平安大吉 吉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吉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可王老吉 苏吉吉祥冠 新春就有吉 不需要 不需要 你看到的是 一堆小画面 然后你把它切出来 在单独的小画面里边去选择 这个已经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了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说过 在台球比赛里面用过 我们有意向 进行这种尝试 这个消息蛮好的 好的 再来看比赛 杨帆又进了 杨帆的今天 冲球状况非常好 局面不是一般的好 而且白球所处的位置 也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位置 单色球 花色球 从分布上来看 单色球在进攻上 完成青台 更方便一点 杨帆你再转 再拳衡 看一下如何选择 第一个球 目前互相制约上 三六的这个位置 需要去走一个稍微细腻一点的位置 盐石 盐石 偷了一些带口 然后把15号向左K了K 这样它5号球左边中带也是漏了出来 先叫三啊 如果白球够直的话 只需要打进去就可以了 稍微有些角度低竿 向后打一裤再起来 就点向后拉一裤 这样的话可以以4675或者4657 这样的一个状况 最后去选择走黑霸 一样翻专门为决赛换了一件衬衫 换了一个黑衬衫 不同于前面的一个蓝色衬衫 咱们提到过 其实黑色的衬衫应该是杨帆 平时比赛中常用的一件 今天我们下午看到的那一件 应该是不常见的 杨帆在会外赛的时候 和其他的选手聊天的时候 提起过奥沙利文 我看到他的表情 很可能奥沙利文是他的偶像 而奥沙利文也是穿黑色衬衫参加比赛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选择黑色衬衫 五叫七 自然打劲向上移了一点 七叫八 八号球是比较开放的 左边中带右边中带都是有下的 滴杆向后拉 稍微吃一些枯边 这样左边中带没问题了 第九局杨帆胜 五分7比2 开球请在 第十局 郑宇波开球 郑宇波上次开球是进了 是在进攻途中掉了 看看这回怎么样 好的 没问题 这一干冲球效果不错 选中的很努力 是的 看来我们的赛场 庄一波的支持者也是比较多 大家都在给他打气加油 13号就中带 其实从目前啊 郑宇波这个表情 以及出杆的感觉来看 也是很放松的 其实他并没有被影响到太多 尤其是这个加油 是的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啊 花子球进攻啊 郑宇波在场上 花子球继续进攻 打十叫三号球下面的十五 要先解决掉啊 十十五还有次序在打左边啊 十二号 最后去叫黑八啊 八号球在两侧中带 以及底带 应该单下都是可以的 嗯 效果啊 看一下 有问题 可以高跟啊 推底库弹起来 叫八号球右边中带 也可以直拉回去 叫八号球都可以 看右上角有没有 好像这个球比较直了啊 有在瞄啊 看八号球 最后叫哪个带 高跟啊 还是右边中带 八号球中带 没问题 第十一位 看你得胜 一分三比七 开球前来 目前为止没有影响到 它的状态啊 有可能是没有修取好啊 三号 杨帆啊杨帆的冲球局 还是有球啊 进中带 排球的位置也是不错 在选择上啊 杨帆应该去选择单色球来进攻 轻推 把对方的花族球 靠到户边啊 一个是进攻起来啊 自己更顺畅一点 再一个给对方 如果打不光 对方在去进攻的时候 多了一颗边控球 也拨好青台 从目前啊 球台上分布了一个状况啊 上半台仅留下一个六号啊 其他的单子球都在下半台 需要找机会 去处理掉上方的六号球 八号球啊 从屏幕上来看啊 在两侧的底带 应该都是有下的 打四叫六啊 尽量不要叫的太大啊 因为刚好六与右边边裤的 十三与十一这个角度上 如果白球叫的太靠上的话 不太利于去叫黑霸 叫稍小一点 没关系 力量 力量 可以的 嗯还可以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再往上 在打的时候 如果用其他干法控制的话 会影响一个白球的走位的成功率 会不会低竿直接拉一裤 然后再走黑霸的左下角底带呢 有赛 看一看 是的啊 左边底带 好位置啊 这一干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底感 加了一些左侧的旋转 杨帆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 也不要管炸青还是街星 都是青台 这个数据已经是太可怕了 好的啊 郑义博的通球局有球近代 场上的观众啊 马上给予了掌声鼓励 其实作为观众啊 或者说作为解说嘉宾来说 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一边倒的这样一个情况 也希望大家能看到郑义博与杨帆啊 激烈的对抗 14号 打进啊 交到15 先把球台上半步的15 519处理掉下来还有13与10 那8号球如果最后走的比较正常 应该去选择左边的中带 看一下这一根啊 9与11之间的一个走位的位置 角度够直的话可以高杆吃一裤弹过来 如果角度不太直呢 低竿直接下来 叫10 1013啊 13左下角的底带是有下的 够直的话只需要停到那里 8号球左边中带就可以了 8号球中带 海赛健康专业运动洗护品牌 13级的气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更有一种凝重的感觉 对我在球房里练球也喜欢 周围的灯全是关着的 只有我这台是亮着的 给你一个舞台就能发光 是不是 就是类似这种周围的一切 我不希望听到 继续啊杨帆从球有球下 这个记录 现在不关心什么时候 会破记录 而关心的是记录会有多高 是的啊 我们继续来看 单色球与双色球 两种颜色球的分布情况 如果选择花色球来攻攻的话 11号在左边底带 不知道黄仪有没有去制约住 他目前的这个选择和打法 有可能单下11是有下的 再请屏幕啊 左下方的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需要及时的找一个机会 把11号这个带口去让出来 嗯很好 准度很好 按时进 继续打进啊 将对方的中带的6号靠到库边 嗯 让我们再看位置了 如果11不够近的话 有可能会用现在目前白球所处位置 打某一颗啊 图瓦特球去把它轻K一下 如果够下的话 只需要较位就可以了 是1号球底带 过来看一下 打完之后就要另外两颗球啊 右边中带 发力打劲啊 角度够直的话 只需要打完停到那里就可以 13号球底带 好 稍微有一点点角度 8号球底带 全式请谈 13级 然后反胜 比分9比4 开球请谈 第14级 赵宇波开球 好 不着急啊 情绪控制的还是比较好 看一下 相助颜色球的分布 10号球 似乎不够下 5号 应该是被14号球挡住了 所以说啊 选择了花色球来进攻 花色球目前啊 左边中带 带口向下的 那一颗花色球啊 是需要去找个机会处理一下 如果啊 可以打就先打 不可以打的话 找个机会去把它K一下 好的啊 请K 顺势下到了球台下方的14号 14号 低端 嗯 有点 直接打了一个 它是 侠转 因为目标球比较直啊 刚才所以说除了这个角度 没有再往上走 打得很放松啊 虽然比分落后 自然打进啊 可以交到另外一颗滑色球 右边中带 没问题啊 12中带8号球左下方抵袋 8号球抵袋 第十次 中文国上比分5比9 开球青台 来 班长啊 这边也有在询问是否启动快速模式 第十次 我们继续来看啊 杨环的从球是否 保持的还是这样稳定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球进 然后看一下白球 是否在球台中央稍微靠左 还是有球进啊 今天炸球炸的真是啊 非常好 中文国的赢的五局有四次是炸青 嗯 杨帆赢的这九局里边有两局有个纠结 是七炸青 七连炸青 现在还有希望去破 我其实我其实刚要说什么呢刚要问刘洋 就是说如果这一盘啊继续杨环炸青的话 是不是就把梅林 那个七炸的记录破掉了 是的 现在是已经平了 哦 没来得及说呀 郑宇博的脸上其实也能看到有点遗憾啊 为对手遗憾 是的 因为这个七连炸这个记录 如果被八连炸 甚至于九连炸 十连炸给破掉的话 那么也会激励大家啊 十秒 打进啊 走到六号位 打六的时候去走一个一号位 然后打一的时候看一下郑宇博是不是需要去接力 还是直接打一个单下 一号九连炸 一三二啊 这样一个秩序向下打 很干净啊 打很准 二号角度啊 三交二的时候 叫的稍微白球 与二号稍微止一点 不要太止 好的过来 嗯 那力量有点太重了 形成了白球 向球台上方走的一个线路 如果是形成向下的话 可以自然的推下来 就可以叫到现在的五号球 然后五七八 如果这样的话 选择进攻七号 没有问题啊 看一下力度 还可以 这个球需要注意点啊 尽量不要用高盘 好的 没问题啊 应该是一根漂亮的街青 第十五局 赵宇波上 比分六比九 第十六局 赵宇波开球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看啊 赵宇波的中球局 依旧啊 有球近弹 白球 看一下白球位置 白球戳处处位置 在于进攻上来说 不太理想 赵宇波也是九六摇头 十三号球中带 选择了花色球啊 拍球说处位置还可以 十四号应该也是有下 但是啊 选择花色球的同时 等于说你的八号球 在去选择带口的时候 就有那一定的限制 左边中带肯定是没有了 这个对准神来说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延时 十四没问题 十二号啊 十二号这边左边 十二应该是被挡 有被六号挡住啊 力量有点太重了 过来的话应该就是先打十二啊 再打另外一边的花色球 这样的话还需要去打九 去调整十二 十秒 然后十二去叫十 力度 这样的情况啊 角度略显有点大 如果去K5的话 低杆需要加很多 K到了五号 不过白球角度是向球台下半方 等于说还需要去绕裤上去啊 看一下郑宇波是低杆直接吃底裤 还是高杆走三裤 扣干一裤两裤三裤 力度十五号就底带 角度合适的话可以轻推过去 直接叫八二球 左下有底带 八二球底带 好 没问题 十六名 郑宇波上比较7比9 快球进来 大家好 我替关 乔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新的一年 从即开始 大吉大利 平安大吉 吉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吉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渴望老吉 苏吉吉祥馆 新春就有吉 去摆球的时候 全球很少过来去看这个投三个球啊 紧不紧 是的 但是问题是这是组决赛的决赛 对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的 是的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那个杨帆宇波同六场半球赛的时候 波茨也有过来看 嗯 开球射击 这回不但是没进 这个进来还是重新开球 看看钟宇波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郑宇波啊 选择了继续进攻 杨帆也乐了啊 很有意思 刚才啊因为刚好杨帆失机 这边裁判长有去征求郑宇波的一个意见 是继续进攻 还是重新开球 所以说可能临时忘了啊 是吧 把百球指拿走 11号球中段 也算个小花絮啊 5 白球 有可能二宝有去啊 郑宇波有去想啊 去K一下带口的球 或者说刚才因为观众确实太热烈了 大家都有点激动了 那机会再次回到了杨帆手中 十秒 原石 六号球底弹 六号打进啊 交到了二号球左边中带 二号球中带 二号球中带 看一下啊位置 七号四号都可以选择进攻 剩下的啊要提前先把 嗯 与对方花的球啊 在中间的五号就要找个机位处理掉 五号球啊 五号球啊 在我们右下方啊 底带也是够下的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一去调五号底带呢 是的 八号球啊 八号球最后去看的话啊 应该两边底带都是有下的 所以说啊做一个比较舒服的单车球就可以了 五三啊 这样一个次序五三八 尽可能的啊这个啊 白球看一下啊杨帆如何去控制 打进清弹一裤起来 左边中啊 左边底带 八号球是有下的 八号球底带 一十七局 杨帆胜 五分十比七 一个球迷 五正连转了过去 就是吊带啊 对就像看到点球发尸一样 真是绝对是郑宇博的铁杆球迷 不过没关系啊 看一下啊 郑宇博冲球局有球下 现在啊 比分只有三分的一个差距 从时间上来说啊 是没问题的 时间足够用 啊郑宇博也在看啊 场上的一个两组颜色分布情况 哪一组更方便于进攻啊 十秒 延时 好 选择了花测球啊 从上往下这样一个刺激去打 十五啊 十一十二 力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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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稍微的有点大啊 自己也是不太满意 不过没关系啊 下面还有其他花测球可以继续调整 看一下这一干啊 选择了一干远台进攻 底带十四号 啊 啊 正一波过来看了一下 打其中一个花测球去调整十号球啊 边扣的时候 一个什么位置 啊 是不是刚才他就是想要这个位置呢 嗯 打进啊 发力弹一波起 嗯 中台的一个十一号 小滴杆向后啊 拉一点 好的没问题 继续啊 滴杆啊 向后 拉一点或者停KK8都可以 看来是角度偏大 角度偏大啊 好 好 慢慢现在看来 好 嗯 spreadsheet 好 好 啊 好 嗯 啊 啊 杨帆这个从球 看来观众很明显倾向于落后的一方 杨帆开球技没有掌声 这个正常的一个心理 对对对 有球迷表示希望看到点球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我要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话 你会这么想 有点足了 你就有点晚了 从现在单侧球一个分布状况来看 杨帆完成青台难度不大 只需要一杆一杆的把排球交到位就可以了 打四继续弹一酷起 看一下五六的角度 先选择一颗球进攻 然后留下剩一颗去叫底库的二号拳 也就是硬小物大 这个球不要走得太过 过来看了一下八号球右下角底带是不是够下 有没有被对方的十一号球所挡住 如果没有被挡住的话可以自然打二号弹起交八号球右边底带 如果有被挡住的话有可能会轻推打八号球右边的中带或者是对现在立竿情况去打 看一下 轻推八号球中带 八号球中带 第十九零杨帆上 九分十一比八 第二十零赵玉伯开球 十号 十号 好的 十号近带 白球 力多 太可惜了 其实这个脚步已经很小了 真是降降了 是的 这一杆其实白球吊带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是这样一个方式去吊带 而且力度很缓慢好像揪着你的心一样那种感觉 阳帆上场进攻选择了单侧球 这样的话交到了一号右边的中带 过来瞅了一眼啊 打完一之后打三的一个位置 因为三号球需要提前处理 他后面有十四 还有左边有十二 去对他进攻上有定影响 所以要先打掉 看来要干坏事 干坏事交六号 干坏事的意思是把对方十二号推到户边吗 是的 看来你对杨帆今天打法也是很了解了 这算一般程序啊 一般程序 六四啊 这样一个次序 应该还是有下 四号球迪带 先爆了一下带 四五二八 打完四之后啊 八号球右边的迪带就直接够下了 选手打得很投入 刚才我说啊 选手打得很投入 所以这个只是轻推也去爆了一下 其实这一杆啊 刘洋啊 我来看的话 有可能还是一杆赛上出了问题 这球如果他不用什么旋转的话 他有可能会从八和十一中远出去 但是他想要一杆 打完之后 打五号白球向上的角度 所以他又加了一杆反赛 但是同样出现了问题 他想把五号可能叫的 你更有利于叫二号球 对啊 打完之后打五是向上 或者说向左下的这方向少一点啊 是的 蓝衣库起来够 看这一杆 高杆加赛的失误 会不会给正义波带来一个啊 拉近比分的机会 可以横台啊 打完去先叫边库的十二号 这个球 太不应该了 完全应该是 注意力啊 光集中在白球上 而没有注意到下球 杨欢啊 也是发力摔了一下翘 有可能二号右边中带 有被十一所挡住 十秒 会不会叫同一个带呢 就是现在这打五持库 往左下走 还叫二号同一个带 嗯 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 他应该向后去拉 叫二号球 不是 叫二号球 左边中带 力量啊 我是感觉叫这么叫的话 一旦过了 二号球中带 对 现在这种状况 可以坐上斯诺克 需要再去解啊 刚才爆了一个带啊 勾中带 勾屏幕左边中带 十秒 勾的比较薄啊 看一下 郑宇波的进攻啊 这一杆可以算是一杆 可以不用考虑 太多的一杆进攻 只需要把十五打进 或者是十一号中带 打进 又在看线路啊 十一不舍得打啊 他在想打完十一这个白球啊 五 原始 选择了十五 打进很提心气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打十四 然后边库的十二号 最后打十一去叫八 十秒 五 在决赛结束之后 还有一个球星球迷的互动活动 希望大家收看完大餐之后 能够也尝尝甜点 八号就有底蛋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 一小时四十分钟 咱们算一百分钟二十盘 算上百球五分钟一局 刚才也是太投入了啊 居然把十点十一点这个位置啊 表针 看分 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 你下意识就没有看短针 没有 两个人这个这场比赛 风险的进攻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场比赛 那杨帆开球同样啊还是有球下 那杨帆开球同样啊还是有球下 白球说处的位置呢也是对于进攻方来说 很好的四号球的左边中带 目前啊屏幕上啊要先去处理的话打四啊 看会不会去调一穿七或者打击单打七这样一个情况啊 刚才有过来看啊七打完七是不是打七叫一号右边中带 是的啊再看打七叫一号啊右边中带 一号九中带 这个就啊需要稍微往前蹬一点 啊力度上控制就是轻推 继续啊 哪一步啊传出来 三八同带 八号球抵戴 这样的话杨帆应该会率先拿到赛点 每一局对于大家来说啊每一局每一干都非常重要啊 啊正一局从球没球进这样的话他的命运就交给了杨帆手中 不过杨帆目前啊在场上进攻来说排球所处的位置呢也不是很好去进攻 三号球中带 我选择了三号球 十号球底带十秒 又换了啊十号球 一看远台 打实啊低杆啊稍微带一点右侧旋转去配十五 好的没问题 嗯啊效果 十五号 右边中带有没有下啊 要不然也在看 哦会不会是江江有一点了 嗯 十五号就中带了 拋带了 拋带了有可能是够下的 在打十五的同时啊下低杆 再去把左边边裤上的十四十一关系处理一下 好并没有这样的啊 好像是太薄不够 对太薄了 应该是角度 上方边裤的十四跟十一还是一个问题啊 需要找个机会去处理掉 然后再看啊打完九之后 调啊十三号球火山王底带的一个位置 力度太大了 肯定要打完撞右边的三号球 尽量较到一个十一啊比较直的一个角度是最好的 所以要控制力度 小力啊大力啊推 三号球 三号 尽量 运气还是不错的啊 嗯 不过是出现了 给自己留了一杆组合 十四号传十一号 下一期低杆啊 传完之后啊十四号还是优打 嗯 力量 力量 好没问题 你要看这秒十 从十四去秒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特意秒薄了一点啊 是的 把摩擦也计算进去了 对的 第一根啊尽量避开对方的单侧球 好再给自己鼓劲啊 打气啊 杨帆 冠军非我莫属 杨帆带走了梅林 带走了波茨 带走了十二名大师 千名的球赞 带走了三十万的奖金 带走了奖杯证书 带走了第三届 中国青黄党 乔治北重视把球国际大师赛的冠军 恭喜杨帆 恭喜杨帆啊 嗯 当然啊 郑宇波也是最败荣荣 其实他也打了很多青坛啊 也是打得很精彩的 是的 只是在冲球上稍微差了一点 在比赛开始的阶段 杨帆也在说啊 杨帆也在说啊 掌声送给郑宇波 这位两个人私底下也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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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